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蘇伊啊 我是查理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有大量的留言一直希望我來玩蝶仙 不知道到底是誰蝙蝶的那個遊戲 誰啊 雖然你今天就決定說乾脆就來拍一集 趕快蝶仙了 希望以後我的留言不要再出現蝶仙兩個字 真的很煩 那普京筆仙啊什麼仙啊 還有一其他的仙都很煩 然後什麼筆石仙啊 或拔仙啊 海仁仙度斯 然後原本啊我們也有找了小羽過來一起拍 不過小羽說她很害怕不想來拍 我就不懂 蝶仙到底有什麼好怕的 從小看到大 那到底有什麼好可怕的 Are you here 然後呢我想蝶仙至於怎麼玩呢 應該就不用多多解釋了 總之呢就是在紙上呢寫下許多的字 然後寫上是與否 之後呢蝶仙會透過這個盤子的箭頭呢 來指向她想要回答你的字上 來回應你的問題 我這樣拿盤子有沒有很王美 不過呢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沒辦法去分辨召喚入台的蝶仙人 是好的還是壞的 如果召到好的蝶仙人 或許會告訴我們明天的熱動好嗎 如果召到壞的蝶仙人 或許是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好 事不宜遲就趕快再開始上寫字吧 我不知道一些什麼字呢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美式的做法 只不過呢因為在台灣 所以我把它寫成注音 雖然等下開始召喚蝶仙人 要先放在原位上面 然後呢就開始問蝶仙問題 然後去問他們什麼問題呢 再從注音呢去拼出他想說的話 然後呢要結束的時候呢 再請蝶仙移動到goodbye 不過呢因為是台灣的關係 所以我寫再見 下面有一點點 在還寫錯 在啊幹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儀式吧 然後呢要召喚蝶仙人 首先呢 對 宿命 也就是兩人以上的人數了 把宗旨放在盤子上 然後並且同時念到 蝶仙蝶仙請降臨 蝶仙蝶仙請降臨 請問蝶仙你來了嗎 如果來的話請移動到4 他應該也不移動了 今天就在4 他媽你開始沒有在部位那邊 這個黃鞠仙有沒有要離4 白癡 你還是在部位那邊 好好這邊啊 就畫在這邊啊 好吧那再一次吧 哈哈哈哈 好衝來了 蝶仙蝶仙請降臨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 他是否已經到達現場 好 請問蝶仙您是否已經在現場 如果是的話請移動到4 好 有在動嗎 沒有沒有在動 欸 反而是你動的是不是差會差 那是有移到 蝶仙蝶仙如果你在的話請移動到4 可以固執 幹嘛固執 如果你不在的話請移動到4 如果你不在的話請移動到4 那如果他移動到4 這真的是白癡 那我們要繼續 鐵仙請降臨嗎 我們再試一次 鐵仙請降臨 鐵仙請降臨 鐵仙如果你已經來了的話 請移動到4 告訴我們一定到了 咦 等到4的他在動 喔 停下來了 欸是不是你啊 喔喔喔喔 停下來了 我又被拉五血了 後面拉住後面就閃掉 他現在還會來問問題了 我們要先問原位再問問題 我們要先問原位嗎 才問問題 OK 那我們先問好了 好 那我們來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嗎 我不知道要問什麼啊 因為原本意義也不是這樣子 好像不能問他好了還是壞的 也不能問太適合的事情 好好像這樣 點線點線我想請問 我的Youtube頻道 是否能達到10萬訂閱 如果可以的話請回答我 如果沒辦法的話請回答我 沒有辦法 沒有很動 沒玩意呢 不要 我不知道 他們預計的不是這樣子 他們想說 應該會走完都沒有動 然後就回家吸吸睡啊 所以現在那應該有什麼問題想問嗎 請問 嗯 我分 等一下 怎麼了 沒事沒事 真的 是我啦 為什麼 你是想要問你跟女朋友會分手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疊先疊先 請問查理會跟他女朋友分手嗎 沒有 沒有 可是我要在影片面前 然後表現了一波很像 跟女朋友分手一樣 沒什麼話都沒有講 那 疊先疊先 疊先疊先 請問我交得到女朋友嗎 欸 我開始幫他 你知道我現在很害怕 我害怕的不是他在動你知道嗎 害怕的是什麼 怕他比到佛 他在移動 好晚了嘛 我佛移動根本對我來說是精神虐待 停下來 我現在不知道 是害怕居多還是傷心居多 我懂你也可少嗎 這樣 那他已經回答完我們的問題了 那我們就是先回到原位 再問下一個問題 我有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會交不到女朋友 那我直接問他 為什麼會交不到女朋友 這問題是可以問的嗎 可以啊 可以嗎 那為什麼會交不到女朋友 疊先疊先 為什麼我會交不到女朋友 所以現在這個意思是就是 傷害了別人 然後不當是給你回應嗎 所以現在這個意思是就是 傷害了別人 然後不當是給你回應嗎 呵呵呵 疊先疊先 可以親疊回去了 疊先疊先 人情力已經開了 中了 這過程跑不過一次 一路到再練停住了 嗯 這樣我們可以離手了嗎 可以嗎 嗯 還有一二三一起離啊 一二三 一二三 看你這樣是不是停了 沒有啊 他是不是沒電了 因為我沒想到會弄那麼久 所以我沒中電 實在心情很複雜耶 不然我們心情平復一點 等一下再講後續看也好 其實我們剛剛花了很久的時間 在平復心情 一直不知道該怎麼講 不過因為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我想應該也不用去想要怎麼講 因為不管怎麼講 應該也不會很相信 而且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說 到底是不是我在拉 還是你在推 這件事情 因為我剛剛原本以為是 查理在跟我開玩笑 說我 我交不到女朋友一道婆 可是 剛剛他很認真的回答我說 不是 我還以為是你在推 然後我看了他的表情之後 我就更加的複雜了 那代表 等一下真的說我交不到女朋友 這讓我現在心情很大 原本起初我們拍這個片子 會想說 一定不會發生啊 什麼的 我們還在那邊想說 要怎麼做一個 不會發生的搞笑Ending 我還買了兩次香蕉來他家 就是想說 如果一直等不到 就一邊吃香蕉一邊等 然後想說搞笑一下 結果最後沒想到 這個香蕉是再結束之後 才有辦法吃 好吃嗎 不錯 有沒有 給你吃 這應該是我最認真結束的一次Ending 這邊的氣氛你沒辦法 沒辦法搞笑 感覺沒辦法搞不起來 我搞不起來 我現在心情超不大 而且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他擦下來的時候 好像 蠟燭油 你還是閃爍 有一點異狀 然後 就開始了 而且最後的時候 他有點掉走不走了 可是他還是很乾脆離開了 不過我現在還是有點擔心 所以我們應該還是會去廟裡拜拜一下 不過現在凌晨三點 我們不知道去哪裡拍 所以趕快一大早就再去 晚了會不會這樣真的發生了 反正變成無趣了 有沒有人想說 沒發生的話 可以設個搞笑梗 就真的發生了 感覺好像很無趣 可是我們說再多也不會忍心 所以就乾脆 果然跟大家說成再見吧 那 是不是真的 就讓你們自己去體會 對 你們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好不好 那 該做的一些防範措施還是要做好 沒有啦 我好像不應該做到一個嘗試 我覺得大家還是不用模仿 因為真的還蠻可怕的 對 有些事情可以模仿 你模仿 就 你說我的哪些影片是可以模仿的 我好像沒有一個影片 可以讓人家模仿 不能模仿 對啦 好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最終我的IG以及查列的FB 好 今天就很正經 我有跟大家說明再見了 掰掰 掰掰 昨天玩完疊線之後呢 回去就失眠了中晚 失眠了因為呢 不是因為害怕 而是傷心